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前天 有位善長仁翁就在Facebook上分享了他關於捐款給孫明會的一些體驗 他聲稱所收到的助養兒童照片 竟然間是曾經出現過重複和反老還童的情況 於是他質疑孫明會的誠信 他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另一名善長仁翁看完之後就有感而發 分享了他的一個親身經歷 原來他曾經到訪過非洲國家馬拉圍 想找回他的助養兒童 誰知有驚人發現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第一篇文章 是來自網民阿浩拉爾所發表的 這篇文章的日期是1月30日 他列舉了很多張助養兒童的照片 他的文字聚述是這樣的 我是不是被人騙了很久 一年才看一次的照片 看一眼當然不會拿出來再看 昨天一拿出來再看的時候 竟然有兩年的照片是一樣的 2018年那張的樣子大了很多 2019年的名字雖然一樣 但是照片又小了很多 完全都不像是那個人 去到2021年 他那張照片又跟2018年那張一模一樣 連那棵樹 看著那本書 都是同一本來的 難道看三年都沒看完 隨便找些照片去耍我 我就覺得是被人騙了 想打去咳 但是又過了辦公時間 他的hashtag那裡就寫著 香港世界宣明會 助養兒童 以上這一段就是網民 1月30日所發表的見證 那實情他的照片又真的 全部人都列舉出來的 真有其賞 而且那些名字 全部都有登出來的 我相信他這個見證就是真的 因為後來有不少的本地媒體 向香港世界宣明會查詢的時候 宣明會就有個回覆 他們就說已經知道了助養者的投訴 捐助服務部就跟進當中 他們就確認 宣明會香港辦事處 在2018年和2019年 就未附上助養兒童的最新照片 令助養者感到混淆 充心致歉 並且是承諾檢討 那就是為什麼那些相片 你搞這麼多的捐款 你都不能夠給到最新的那張人看 到底這個解釋 是能不能夠釋除公眾的疑慮 我是很有懷疑的 只是說那個助養兒童的照片 重複來使用 就已經不是很合乎道德的規範 因為你要給到那個善長人翁看 他那個捐款是真真正正的幫助得到那個助養兒童 你才是可以使到他達到的目的 如果不是你重複使用的照片 他根本上都理解不到他幫助兒童究竟是不是真的受益 作為捐款人肯定就是會提出很多疑問 這篇文章就激發起另一名善長叫做Dennis Zhang 他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做見證 這個更加厲害 因為他真真正正地去過非洲國家馬拉圍那處 探訪那些助養兒童 馬拉圍在哪裡呢 就是一個東非的內陸小國 周圍就被坦桑尼亞 莫桑比克和讚比亞所包圍 這個Dennis Zhang的見證就是這樣說 說他之前去過非洲馬拉圍探望他的助養兒童 才揭發得到原來宣明會有些醜陋的事 他就列舉了有幾點出來的 第一他就看到有貨車運送大量的汽水 餅乾的物資進入馬拉圍的辦公室 而且經理室裡面的洗手間 是包含了花灑、洗澡等等的設備 十分奢侈的 他就引述了職員的解釋 說買這麼大量的汽水和零食 是無非想吸引村民來聽講座 免費派給他們 這位Dennis Zhang他就質疑 正常來說一個貧困的人士 一日三餐連基本的食不飽的時候 你去派汽水和零食給他們有什麼用呢 會不會吃得飽呢 幫助得到什麼呢 至於職員又再解釋 說辦公室裡面設有這些洗澡花灑設備 就是因為職員的家和辦公的地點有點遠 而且長期天氣都是很熱的 方便他們清潔 這個Dennis Zhang就不是說說的 他還有很多的照片出來 而我相信他這個見證都是真實的 有一張照片就拍著 在私家車裡頭 就有一個大膠袋 裡面就裝滿了雷屎薯片 另外有兩張照片就是顯示有一架貨車 那這架貨車全部都是擺滿了那些瓶裝和灌裝的汽水 包括了有可樂和雪壁 以及這些我都未曾見過的非洲汽水 另外有些照片他就寫著了世界宣明會馬拉圍的一些建設 所以我相信他真的去過馬拉圍的 不是隨便跟黑人拍照 就撒謊那一架 好了至於他列舉的第二點是什麼 他說曾經通知過香港的世界宣明會 將會有一批物資派發給村民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去到當地派發物資的時候 就會出現推撞和打架的場面 好了事發之後 這個當地才列出了一個名單 讓村長來派發 他就質疑為什麼 因為你宣明會不是一早準備好這些事情 他早在四個月之前已經作了相關的通知 一定是夠時間安排的 這個就是他的第二點質疑 第三點就是究竟那些坐養兒童 是不是真的想跟他本人來見面 據他的觀察 全程這班坐養兒童都沒有看到他有一個開心的表情 除了拍照按下快門的一刻 職員就解釋 那些小朋友第一次看到你 所以太過緊張就沒有表情 事主就質疑 平時的小朋友向我寫信的時候 他對我的反應都是充滿愛心的 第四點質疑其實也很無謂 只是說用當地的貨貸或是用美金 這個我覺得不是很重要的 第五點就是當地職員聲稱 為了彌補當日派三的時候出現打架的不如快場面 折下來那兩天 就用宣明會的汽車載他去逛街 他就質疑了 有時間帶我去逛街 為何不載我去坐養兒童的村子 和那些小朋友再次相見呢 當日見面時間很匆忙 在村子逗留了半小時就說要離開 事主就覺得 你這班職員用兩天的時間陪我去玩樂 還利用公司車來接載 是十分浪費金錢的 而且當地辦公室的職員就只有七至八名員工 你調派兩名員工陪我去玩兩天 是不是代表當地的工作其實都不是很繁忙 有這麼多餘的時間就是做些沒有意義的事 好了大陸地險就是 坐養兒童原來一句英文都不懂 只是懂得他們當地語言 我每個月捐的錢 不是說幫他們要公書教學 為何到頭來連最基本的英文一句都學不懂 平時寫信給我的英文 原來是漏的 不就是困我的 當時這位事主回到香港 曾經打電話給孫明會的職員 要求若見高層當面對質 但是遭到對方拒絕 只能夠電話溝通 到底電話溝通情況是怎樣呢 就不知道了 這篇文章已經錄得了接近三千個分享 就是昨天發佈的 到底宣明會為他怎樣回應這一篇 見證是有必要的 你要釋除公眾的疑慮 沒有理由叫人捐錢的時候 敲鑼打鼓 到別人提出質疑要求監管的時候 就縮起一塊 這個是說不過去的 而且有很多這些非政府組織 不單止在說宣明會 他們的運作模式其實都很商業化 比如說他們播放的廣告是很多 不單止在報紙播放廣告 而且還跟電視台合作者 去拍攝一些片段節目 去宣傳他們的工作 是有的 到底那些捐款是否用得其所呢 而且有很多街頭募捐的人 根本上是受薪員工 被人發現 他們是有回勇收回的 到底是宣明會所請的那些人 有沒有這些人存在呢 他是做義工還是打工的呢 你要說清楚給市民聽 不可以他這麼積極 他經常在外面拿著 A4尺寸的文件 不停在左掀右掀 叫人來坐樣這個 要幫誰 到底是幫了誰呢 行政費的開銷是有多少呢 當然他們的網站當中 曾經有提及過 2019年的善款裏面 有2.2%是用在行政費 93.3%是用在國際救援 社區發展工作和儲備 但是這些說法都其實是太過空泛 而且根據這個宣明會網站 常見問題那裏 他們就說捐款會用在基礎建設的建造方面 即是不會直接把那些錢給助養兒童 他們又說助養兒童和非助養兒童的分別 就是助養兒童會得到支持和鼓勵 感受愛和被重視 哇那你只是一年多一封 那你都做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那到底那些助養兒童 他們是否真正感受得到 所謂的愛和重視呢 其實自從2019年中之後 很多市民對於這一類型的非政府組織 都感到相當之失望 因為他們懂得向香港人去拿錢 捐助一些不知第三世界的國家 但是當香港有難 當香港出事的時候 這些組織往往是不發一言 或者是非常官康地回應 反正對於香港的情況 就沒有私以任何援手 其實就導致很多市民都死心了 他們行有餘力 都寧願去光顧黃店 或者捐助一些黃絲的組織等等 真正幫助一些有需要的本地人 反正這些組織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們是會失望的 現在又連環爆出這些消息出來 到底他們會怎樣補獲呢 怎樣來挽回市民的信心呢 當然這是他們要做的事 你要挽回市民的信心 不代表市民會回心轉移 但是起碼你都要做的 你不能夠當看不到 或者是回覆的時候很模糊 現在直接有些網民貼上相片 貼上他的見證出來 質疑你的時候 你很應該回應 不要迴避 不要等傳媒查詢的時候 你才會主動去澄清 這篇文章已經差不多發佈了整天 這篇文章 當然你可以說 這個是Dennis章的一面支持 你說他一面支持 那你宣明會有什麼回覆呢 我們網民、市民都很想看的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